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塔老师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接着分享 一年级上册的知识点 这是上册的语文书 上一个视频我们分享了第一个单元 所有需要孩子学会的知识点 那么这个视频我们接着讲 整个一学期孩子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这里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四张表 我们说以前一二年级 它是有检测、单元测试、拼音测试、期中或者期末 它都有检测 那么家长们通过检测得到反馈 孩子们学的怎么样啊 第一个单元他掌握了哪些知识 还有哪一些点没掌握 通过老师发回来的试卷一看 原来他这个地方学的不太好 我去给他进行巩固 但是现在咱们不考试了 那我们在不考试的情况下 怎么去了解孩子对这个必须学会的知识 他掌握的程度怎么样 利用好这四个表 你就能做到 首先我们看十字表 一百一十五页 那么这个表叫十字表 一共有三百个孙子 这三百个孙子都是要求孩子看到这个字 他就要能读出来 而且他读的时候 他要能分清 哦这个字它是个三拼音节 它是一个翘舌 这个字我会读 而且我知道它是前鼻音 孩子要能够掌握这么多 那么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大家可能看到我这个地方给大家画了圈 这个画圈当中的孙子就是 随着孩子们学的孙子越来越多 那么像这样的孙子 他就有可能出错 在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 老师会通过让孩子给这些孙子去注音 来检查孩子们是不是掌握了这个孙子的读音 那现在已经不考试了 加上可以自己在家对这个字音进行个检测 两种方式 第一种给他孙子 然后让他去写拼音 我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我的课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注音纸 这套注音纸你单独打一份是不够用的 你最好能打出三份 就是每一张注音纸 我们看一下就这样的 你打三份 为什么 第一天学到这一课生字 你让孩子住一遍 第二天 你再让孩子住一遍 到一个星期以后 你再让孩子对这些生字进行注音 也就是一课的生字 你让他三遍注音 有当时学完的检测 有课后的巩固 还有阶段复习 这样孩子就能够掌握的扎实 另外你可以单独找一个拼音本 把画圈的这些生字单独的罗列出来 让孩子隔一段时间学过的 你就让他去注音 为什么 这就是帮助孩子做好前后鼻 平翘舌的巩固 今天我有看到家长 我能说老师 我们家小孩就是分不清怎么办 我说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要能分清 你不能说考试了 或者我做题目的时候 我分不清 我再去发愁 不是这样的 你学完这一课的生字 一二三四五 这一课五个考点字 你就必须把他们记牢 这个圈是怎么画的 我上课是我教大家了 我说如果这个生字 前鼻音当中出现这两个 一定把它圈出来 孩子容易错 后鼻音如果出现这两个 也请家长把它圈出来 这两个也是容易做错的 读错的 另外再看 这三个平舌 四个翘舌 凡是读音当中出现这些 生母 这几个育母的 你都把它圈出来 这些生字就是 生字当中的战斗机 也就是难点 所以这张表你记住了 这三百个字当中 你像这样的全部圈出来 你像这个 山 石 水 三个 你像这个地方 蜂 虫 看到吗 整个第一个单元就这么多 画圈的生字 这些生字 你一定要有 当时的检测 课后要巩固 阶段要复习 我给的方法 你真的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 你到后边 你不可能出错 所以我每一刻 我在上课带着孩子读的时候 我都会讲 包括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除了读音 还有生字 像这个生字 我们怎么去记 才能把它记住呢 可以用各种办法 有十几种 十几生字的办法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是系统的给大家讲到了 对吧 遇到这样的字 我们说加一加 诶 加以前学过的寸 遇到这个云 我们可以给它 组一个词 天上的白云 原来就这个字 遇到雨 我们去看它的形 下雨都是小雨点 你看这里边有四个雨点 这是我们打的雨伞 是不是这样的 你用这样的方法 各种方法 所以每一个生字 它都有自己的实际方法 整个一年级 孩子要学会 我遇到哪样的字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记 因为到二年级 三年级 后边老师就不会再讲的 那么细致了 好 这是十字表 三百个生字 找出这些重点字 然后去记住它 第二个表 写字表 写字表当中的生字 除了要像前边 十字表当中的生字 会读会认 还要会写 同时会写它的笔顺 会给它主词 能够辨别同音的字 我们看第九课的例和第十课的例 这两个字 是不是同音字呀 同音字的意思是不相同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 老师会给你一个什么题目呢 这样的题目 让孩子填 如果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没有学会 没掌握好 这样的填空题 它很难 对它来说 它无法选择 自立是哪一个立 立气是哪一个立 包括还有后边 立正 所以每一个像这样的 我们叫一类字 一类字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是给孩子们组词了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类字 我都是给大家组词的 而且组词也不是随便组 我组的词语 都是考点词 你像这个干妈 干学过了 所以考试的时候 有很大概率会出现 并不是说 你随便给他一个 组一个词 不是这样的 这个组词 它是有针对性的 老师这几个词 一定不是胡乱去组的 你组其他的词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组呢 比如这个对 我们可以组成对错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我要组 不对全对 对的 它是考点 另外除了这些生字 孩子要会写 并且要会写出他的笔顺 知道它是上下结构的 另外还要知道 在书写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点 笔顺规则 先上 后下 先左 后右 先中间 后两边 这个要孩子背下来 然后先两边 后中间 看到吗 为什么老师 要给你这个要背呢 因为以前在考试的时候是 这是要考我们孩子 是不是掌握的 虽然他不考试了 但是这些知识点都在 你想检测 孩子学会了没有 你不知道从哪下手 你就让孩子去背这个 先上后下的字 是不是 二 先左后右的字 是不是 而 你要问他会不会写啊 先中间 后两边的 有小 先两边 后中间的 有火 先横后竖的 有十 先撇后纳的 有八 你看 这个 他在我们之前 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个难点 许多孩子 他不会 像这种 我教一年级的时候 是进班 我第一个出现在 黑板上的 就是这一个 我把它竖着 抄在黑板上 我会请会读的同学 每天来带着读 我们还没开始学 我就带着读了 为什么 像这样的 他需要长时间的记忆 你学到一个 去讲一个 知识点太零散了 等考试集中起来 孩子记不住 所以他不会 其实老师一定是都讲到了 都教过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 孩子的记忆力非常的强 我们写在黑板上 每天早晨去读几遍 半个月下来 所有的孩子都滚瓜烂书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像这个 家长们可以把它记一下 然后当孩子学了一段时间 你就回家 你去问他 你说 孩子我问你啊 你知道先左后右的字 有哪些吗 你知道先上后下的字 是哪几个吗 你去问一问他 进行一个检测 如果他不会 你也别着急 你去像我这样去教 我至少都给了你一个字 这个我在上课时候 我的试卷里 我的这个各种资料当中 他是有这样的练习 我给的练习都是以前考试的时候 要求孩子学会的 我的练习题全部是按照教学目标来做的 也就我这一节课 我的教学目标是教会孩子掌握哪一个知识点 我的资料就是检测 你这个知识点掌握了没有 我们再看 除了这个 像写字表当中 我们要做好这些 然后就是常用的笔画名称 这个是要求孩子去练习怎么练 这个笔画 我们家长可以提前帮助孩子 在这个地方住好阴和 然后这个地方竖 或者你写在这里写 这些生字教会孩子认 认字我们说 许多孩子能认是很多字 但是你要有针对性的让他去认这些字 并且让孩子知道 哪些生字当中有这个字 我给孩子们不是这里的 都是我自己写的 比如说横 我告诉孩子 一有横 十有横 是不是比开比土更方便 所以这个表 是孩子必须掌握的 整个一年级上一册学完 这些表 当孩子看到撇 他就知道 哦这是撇 哪些字当中有撇 他就要能够说出来 或者能写出来 才能证明他掌握了 最后就是常用偏旁名称 这里呢我要讲一下 这个偏旁 它一定是在合体字当中出现的 我们知道汉字除了合体字 它还有一个叫独体字 独体字 它是没有偏旁的 它有的是什么呢 是不守 偏旁也叫不守 那这里合体字当中出现的 像这些字 你看到吗 它都是什么 偏旁 这些偏旁是要求孩子一定要记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后边会出现一道题目叫 给身字 加偏旁 变成另一个字 并且给它主词 我们还会出现一道题 换偏旁 我们还会出现一道题 加不减 真的很难 为什么呢 我们就用这个门来举例子 给了你一个大门的门 让你给它加偏旁 你就可以加单人旁 又给你一个门 让你给它加部件 你加单人旁一定是错的 所以这是一个难点 这个常用偏旁名称 家长们可以把它打印下来 贴在墙上 经常让孩子读 你规划好今天三个 明天三个 就这样 让孩子把它读得滚瓜烂熟 熟能生巧 好 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所有的孩子 必须掌握的 这四个表 你掌握了这四个表 对你后期的学习 实在是太有帮助了 你不要等到 学完了 我再去看这个表 不是这样的 还要把前边的拿过来 去进行复习巩固的 好 今天的第二个一年级的知识点 就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后边我可能要给大家分享 关于拼音的知识点 喜欢我的分享 可以点关注我 我们下一视频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